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是谈财务自由 希望大家可以早点达到财务自由 天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先谢谢大家的留言跟鼓励 很不好意思无法一一的来谢谢大家 也无法回答每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要请多包涵一下 但是我会尽量多用这个时间回答一些问题 有些人觉得我还是有点紧张 紧张应该是不会的 但是一个人对着镜头自言自语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所以我自己要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的鼓励 那我先想谢谢一个网友爱瑞克斯 他很热心地花了时间 把上一集讲的重点全部整理出来了 所以各位的网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知道他的重点 可以看一下上期的一些讨论的重点 那今天我可能想讨论就是关于债券的事情 因为很多网友有了很多债券的问题 打比方来讲 这一位好香味 他说最近听到很多人投资 建议不要买债券 我当时知道这个原因 因为债券的利率最近比较低 几乎美国是零利率的状况 所以大家有点觉得投债券没有利率 何必要投 那另外也有讲就是说 另外一个腰花欠 有问到说美国ETF债券 还有长期避险的作用吗 这个绝对是 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另外一个Corey Chen 他是想问对于固定计配息股票 跟债券的特定性 那我上期有提到说 其实股票发现金股利不是不好 只是这个跟债券还是两回事 因为你买债券基本上只要公司不倒 你的钱是拿回来的 你买股票很难讲 因为股票会涨涨跌跌 所以其实我下个月 10月的远见专栏也会提到这个 股票股利不是不好 但是你要看全部的Total Return 因为你如果现金股利拿得好 你股票跌了 其实也是划不来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Rita Wynn 问到分险投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讨论一下股票吧 跟债券 其实债券为主 大家知道我这几个礼拜 一直提倡说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那我会强调风险管理 那我们买股票的原因是想要涨 大家也知道股票长期投资的回报是好很多 每年平均可以11 12%左右 那债券当然回报比较低 这个我也知道 只是你买债券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 而是为了要避险 所以我才会宁愿少赚一点 不管是50 50或60 40 就是60%股票 40%债券 我当然知道这40%债券可能赚的钱不多 但是目的不是避险 所以我上礼拜可能也提到说 我香港一个好朋友Gordon 他就问我说 债券他希望买利息高一点的 当然我也希望 只是问题说利息高的话 你拼人就会低 甚至是债券 垃圾债券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你买债券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大钱 为了赚大钱是买股票 债券的话是为了分散风险 跟避险为主 那假设你对债券的回报不高兴的话 你可以稍微少一点 所以我之前想5050 你可以不要50%债券 可以稍微低于40% 因为债券再低的话 就没有避险的功能了 那当然债券你可以拿一部分钱 去买一些像房地产等等的 重点还是避险 所以债券我知道利息虽然低 当然现在不买还是觉得不行的 上次有提到说 Ray Dalio 侨选基金的创办人 他的债券比例其实是5-60% 还蛮高的 他当然最近想再怎么低 也是我猜也40-50% 那债券我也知道说 现在可能利率很低 等一下第二段会谈到债券T的概念 因为你只要买5年的债券 然后买一些公司的债券 BBB minus是最低的 所谓的investment grade 可以投资的债券 那我会稍微买高1级或2级 因为债券有时候会被降平等 你买高1级或2级的话 竟然被降 还是不是垃圾债券 所以会买BBB或甚至BBB plus的债券 那这些债券5年的话 现在1-2%的利息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我也知道1-2%是很低的 只是你买债券1-2% 重点其实是为了通货膨胀 因为不要忘记 通常利息低的环境 通货膨胀也很低 我们之前讲了4%法则 4%法则的话 基本上是4%加通货膨胀 所以希望说投资回报能有7% 那通货膨胀现在比较低 当然税利息也低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投资回报 只要4加1或4加1.5就可以了 所以债券那部分 希望拿到1-1.5的利息 目的是希望它能控制通货膨胀 不要让你钱越化越少 重点不是赚钱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债券第一个是要买 因为你是为了平衡风险 第二个不是为了赚钱 赚钱的话 其实炒股票会比较好一点 债券就是让你有个本 万一股市在怎么大跌 你的本至少有一半或40%是不变的 当然你要买好债券 公司不能倒 那你只要有本的话就是 留了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等股票好的时候 你再rebalance重新分配回去 股票还是会涨的 全部放股票当然长期是赚了很多 短期其实风险很大 另外的话你要看你个人 对风险的看法 有些人买了股票天天看盘晚上睡不着觉 这个是最没有必要的 你投资的目的是想要财务自由过高兴的生活 你天天在反股票睡不着觉这是最不好的 那如果真的睡不着觉表示你风险太高 那宁愿你稍微股票少一点 钱少赚一点 那债券还是要买这是多少的问题 好 那另外的话 我再回答一些其他网友的问题 有网友问题还是问我说 债券的话需不需要分批进场 其实分批进场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买债券 像债券低的话 一买的话就一到五年撒出去 所以你每一年就基本上一分批进场了 而且债券跟股票比较不太一样 股票会大跌大涨 所以你要分批所谓的上礼拜提到的 dollar cost averaging 那债券其实就还好 涨跌没那么大 所以进场是比较重要的 在风险的管理这个方面 我可能再多讲一点 因为也有网友在问 我们投资或我们做事的目的 不是不要有风险 而是如何控制风险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风险的事情 我打比方来讲 我大学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叫Brian 一个老外 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他最怕坐飞机 因为他觉得飞机万一掉下来了 可能就再见了 他讲当时没有错 只是飞机大家现在应该也知道 飞机出事率比所谓的开车火车做巴士少得很多 其实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 我自己在全球飞了两百多万英里了 当然有时候也会怕怕的 只是再怎么想飞机是最安全的 但掉下来可能就拜拜了 不过掉下来机会非常少 这也是一例子说 你不是没有风险 控制风险 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像我们开车子 你开车子的话 有时候你双道线 你不会想想你对面的车 万一撞到你的线 你不是就撞到了 那这个也是风险的问题 那你不可能说 你为了怕交通事故就不出门了 所以出门是一定要的 风险是一定有的 其实在家还是有风险 所以就有点像股票跟债券的概念 不是不要风险 而是要控制风险 因为我们也提到说 越高风险的产品 越高回报 越低风险越低回报 所以像你的钱放在定存 基本上是没什么利息的 你钱放在债券 像我们讲的利息很低 这些的目的是控制风险 所以你要一个很好 一个平衡的一个portfolio 一个组合 重点是要怎么去控制风险 我们在NBA有学到一个东西 叫Efficient Frontier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样翻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 你投资配置对的时候 你可以靠最低的风险 拿最高的回报 Efficient Frontier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达成的 英文叫Risk Reward 就是回报跟风险的管理 拿最好的点 这样的话你回报最高 让风险更低 所以像我觉得坐飞机 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你可以省太多时间了 虽然是有风险没有错 但是其实是最安全的 交通装备 那股票我这样讲到 真的有一个网友问到说 他可不可以 想要10%的每年投资回报 那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全部钱放股票 你平均10%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你可能一年涨20 一年跌20 你跌20%那一年 你觉得你可以承担得了吗 或者你觉得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所以我才会一直建议说 投资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将有些在债券上 再怎么样 至少你每天过火的钱 是可以用的 不会太担心 不会到破产的阶段 好 如果大家同意我 债券是你 投资 资产分配的一部分 不管是多是少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有两种方法可以 投资债券 一个就是 所谓的ETF 一个所谓的债券T 那我先来讲ETF好了 也是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宇宙王 他问说购买债券基金好吗 因为债券的购买门槛比较高 他是问的很好 因为你买基金的话 所谓的ETF 其实不需要太多钱 你买债券的话 是钱需要多一点 因为每一个债券是1000块美金 你可能要买好几个债券 才有所谓的流动性 所以他讲的没有错 其实钱少的话 Casal ETF的债券基金开始 另外一位Dolfi 他是问说 可不可以投资台股的ETF债券 然后卖数量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他的量可能不够 那这个也是跟第一个网友问的很像 你买ETF的话 就没有流动性的问题 钱可能稍微少一点 那你如果买所谓的stray bond 个别债券 其实流动性也还好 就说假设你能买得进去 只要你量够大 不需要太大 你买得进去的话 价钱合理的话 因为你的债券是拿到到期为止 所以你只有买 没有卖的问题 只要你买得进去 价钱合理 其实等他到期钱就回来 不需要担心太多流动性的问题 那ETF这个债券 我想跟各位讨论一个议题 叫Duration Duration是在线一个名词 中文好像翻成叫九期 Duration基本上就是债券到期这个期限 因为大家知道说利率往上升的时候 债券是会掉的 那利率往下降的时候 债券是会升的 那我们现在利率基本上是快到零了 所以现在利率往下降的机会不大 只能往上升 那也就是说这三四年 虽然美国的Federal Reserve 联邦说可能不会升息 但是他哪一天升息的时候 你的债券就会跌 所以我们现在买债券 希望是买比较短的Duration 也就是说比较短的到期时间 像我债券提议是建议五年 五年的话你一二三四五平均的话 我可能的Duration可能差不多三年左右 那你买ETF也是 你买债券的ETF 你一定要看他的所谓的那个公里面的解释 要看Duration Duration的ETF不能太长 因为太长的话 哪一天联邦涨利息的话 你这个整个ETF就毁了 所以现在债券要买 不会是要买短年的Duration 所以我还建议说 我的五年的债券提议 一二三四五平均差不多三年左右 另外一位林碧维有问 说他想我推荐ETF 他可能最近的债券都赔钱 那我会建议你去Google 你打iShare bond ETF iShare就是他做了很多的ETF 其实iShare之前是我老中家巴克来的 后来卖给那个BlackRock 现在说iShare很多不同的ETF 当然包括债券 那ETF的好处 就回到我讲ETF跟 那个所谓的Mutual Fund基金的概念 ETF好处是说他买整个市场 然后他最重要的好处是他的管理费低 因为管理费高的话 会让你的投资回报损失很多 那我也讲到说我之前的客户都是管基金的 我觉得有20%的基金经理人真的蛮厉害的 这些厉害的人像巴菲特打比方来讲 或像Ray Dalio 我是愿意给他付管理费 因为他管理的好 我每年付一两%管理费他赚得更多 但是很可惜的80%的基金经理人 是比不上大盘的 那你怎么去选的80% 20%就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宁愿如果没有时间做功课的话 我就买ETF 我就买大盘 那重点是比较少的管理费跟费用 那我刚刚讲其实你买ETF 一定要看他每个ETF不一样 因为Bond ETF有很多种 有政府债券 有城市债券 有公司债券 有垃圾债券 当然包括我刚刚讲的Duration长短 所以我建议你去做这个Search 打iShare Bond ETF 建议你找公司债券 因为他利息比较好一点 那千万不要买垃圾债券 然后他这个ETF应该会有解释说 他这个整个ETF的平等是多少 那一定要投资平等以上 BBB以上 然后的话Duration三年左右 你照这个去找的话应该就不错 我之前不太希望报ETF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如果报个ETF的话 除非像之前的SPY DIA 这个股票ETF是很通常的 债券ETF比较多一点 所以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我今天会建议大家去做功课 就用我讲的几个方法去做 然后另外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平等 像Morningstar 有些公司像Morningstar的话 它平等债券的好坏 就是几颗星的平等 那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我自己也吃过亏 我之前是股票分析师 所以债券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新的知识 我之前在巴克莱有个很好的同事 叫Jeffrey 他就是债券的专家 我是股票 他是债券 你刚才请教过很多的问题 那债券的话 像我之前也是被铝专误导 我买了一个债券叫PIMCO PIMCO大家可能知道 是美国很大的公司 那我也想那么好的公司 PIMCO其实应该不会怎么样吗 那就真的赔钱了 所以连我都会赔钱 因为很多时候你不能光提理转 要做功课 那PIMCO的我的问题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的一样 他每一年是很固定的 付个三四%的利息 听起来是不错啊 问题是说我本金就一直赔 说一百块赔到 九八九七九六 所以你要看 Total return 他每个月每一年付三四% 那么好利息 只是我本金就一直亏 所以还建议说 大家多做功课 去找一些fund 看他是被拼得怎么样 然后找一些好的duration 就是不要光看名字 像PIMCO那么好的公司 也是会赔钱 所以谢谢我那个Jeffrey 我那个债券的巴克莱的专家 跟我讲 其实这家公司是要小心一点 那另外的话 安东尼问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 他安东尼是说 香港 台湾 美国的投资 税务负担不一样 其实税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投资 我觉得台湾比较好 因为台湾像所谓的capital game 你股票赚钱 是不需要交税的 在美国就不一样 美国什么都要税 我记得我90年初的时候 我第一份全职工作在IBN IBN上班的时候 我第一份的paycheck 就第一份的薪水单 一看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就觉得蛮奇怪 仔细看下来就知道 都被税扣走了 美国你有联邦税 你会周税又高 有时候你还有城市税 当然你的paycheck 还有付什么social security 还有medicare 一大量七八糟的税 所以我从90年初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要把税搞清楚 当然看你每个国家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住美国 是要付美国税 所以我甚至去上了一个课 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 专门是做税的 叫H&R Block 这公司专门做税 有点像四大会计师 不过是专门做税的公司 我竟然去H&R Block上税 我还拿到一个证书 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合法 帮别人做税 那我自己做税 做了三十多年了 虽然说我找会计师帮忙 我还是每年自己做税 就税法是很重要的 那这位安东尼提得非常好 就是说 如果你买美国的ETF 不管是股票或者债券 你会发现你每一次 他发dividend 百分之三十 就被美国政府扣走了 香港稍微低一点 台湾好像也有 不过这税法才说 每个国家不一样 一定要研究一下 所以ETF总结一下 Bomb 债券的ETF 好处是说 第一个你钱少就投进去 就是不像买 每一个公司债券要多一点 第二的话 他ETF的话 他分散的够广 所以也是回到 风险分散的概念 那我等一下讲 债券T 债券T的话 你要买好几年 也是分散风险 那你钱不够的话 ETF可以帮你分散风险 是好事情 那当然坏事情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管理费 那你买ETF会好一点 会比帮放好一点 像我买的拼口 真的是 他的管理费也不低 另外的话就是 你买ETF的 好处的话 就是direction 一定要查一下 坏处就是我刚讲的 有30%的税会被扣住 尤其如果是买美国ETF的话 所以之前我也是 像我买股票ETF 像SPY DIA QQQ 我是希望说 股利越少越好 那这个也是我在10月的 原先算量提到 其实股票股利不是好事情 赞争股利也不是好事情 因为你是要交税的 那当然债券你 只能靠股利 没有办法 除非有一些新的产品 我知道 有些新产品的话 他把这股利就放到 那个股价里面 这样的话你不拿股利就没有钱 那赚的钱在股价里面 其实是不用交税的 是有一些是小办法 不过买ETF真的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这个税 所以我很谢谢安东尼 他这个提到重点 税法真的要注意一点 好 那这一段我们就来谈债券T 所以提到说你买债券两个方法 你可以买债券的基金ETF 或者你可以买债券T 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债券T 当然也是有好有坏 那债券T的概念就是说 通常你买债券 你越短债券 你的利息越低 打比方来讲 你一年债券可能付给你0.5% 两年可能1% 五年可能1.5% 所以通常越长的债券利息略高 当然有个东西叫inverse yield curve inverse yield curve 那以后再谈 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如果反过来的话 其实经济就是有问题了 通常是不对反过来的 越长的债券利息越高 但债券第一次就是说 我买5年的债券 那当然我利息最高是很好 这问题是说 你买5年债券的话 你这钱5年之内是不能碰的 那当然你是可以卖掉 只是卖掉的话 又回到流动性或价钱的问题 通常我买债券希望说 从头放到尾 5年债券的话买的时候 5年不动5年之后钱马上回自动回来 那这样的话就有债券T这个方法 这个债券T的话就是说我买5年债券 不过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分5年 我买12345 12345第一次 那12345的话 那5年债券利息最好 一年当然最差 那第一年过了之后 我一年债券不是到期了吗 我一年债券拿去买5年债券 所以基本上每年债券到期 我都买5年债券 都买5年债券的话 就是我的债券永远是比较好的利息 比第一年好 但是因为我分成五份 所谓的债券T 我每一年都有钱回来 我是5年债券 不会等于是一年债券一样 每年都有钱回来 那有钱回来的好处就是说 万一我讲到资产分配 或者你手中要一年的现金 你钱不够的话 这个钱就可以拿来花了 或者说你可能钱 在钱回来你可以一半拿来花 另外一半再买回5年的债券T 这都可以 所以债券T的好处就是说 每一年让你有钱自动回来 你可以决定怎么样分配 可以再投资 或衣服拿来用 同时拿到最好的利息 那买债券T 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税 通常我是拿美国做比方 因为我对美国比较熟悉 那香港台湾 可能请各位要查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你只要买所谓的street bond 我买公式债券 像打个比方 我买IBM的债券 我买IBM债券的话 我的每年的 或每一季的债券的coupon利息 是不需要上税的 那这个真的是差了很多 因为你30%上税 是满亏的 所以债券T或债券 比ETF好处 就是你30%的税可以省下来 当然钱多会差很多 那债券有个问题 就是所谓流动性 就是你买的够不够大 通常一个债券是1000块 所以你可能要跟你的broker 跟你的银行问一下 你要买多少债券 你才有好的流动性 因为你流动性不够的话 你债券的价格 可能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债券差 当然你回报也稍微差一点 所以只要你买够足够的债券 不管是假设10个债券好了 就是1万美金 那1万美金的话 你5年就需要5万美金 5万美金分每一年1万 那这个多少 可能要问一下 你们的交易员 就是多少 假设买10个债券 1万美金 或者是20个债券2万美金 有足够的流动性 只要价钱好 买进去就没问题了 你不要担心卖的价钱 因为我都是希望能 债券拿到到期为止 所以卖它这种钱还给你 只要买的价钱合理 手续费低 那我觉得债券提示比较好 当然麻烦的地方是 你要去选债券 因为ETF它是挑大凡 或有基金经理人 你选债券的话 我还是建议说 第一个你千万不要买垃圾债券 因为你买债券的目的不是赚钱 是为了保本控制风险 那第二的话就BBB minus BBB负是最差的投资平等 我就会加一两级 BBB或BBB plus 加一两级之后 知道债券会比较稳 知道公司不会倒 债券是千万不能倒 倒的话 其实你这个 自然分配就是错的 债券有提到说 不要倒 你的债券的利息 是可以抗货通货屏障的 通货膨胀 当希望说不要交税是最好的 债券第一 有好处有坏处 所以我才说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可能时间也不一样 那另外的话 就是你买债券的时候 平等是要看 公司也是要了解 你最好是买你懂的公司 我打比方来讲 一两年前 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债券 也是投资平等的 就是说别人投资一样的平等 假设是A 都是2%左右 那这公司 墨西哥的石油公司 突然是4% 那我也常提到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大家都一样的平等 为什么你这家的债券的 coupon利息特别高呢 比较高一倍 我觉得怪怪的 而且这家公司 我是完全不懂的 我不懂石油公司 所以我就没有敢碰 我宁愿买比较低的 利息的债券 果然这家墨西哥石油公司 后来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才说 投资很大一个 概念就是 我上次有讲过 如果太好东西的话 那真的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市场上是很有效率的 因为没有什么笨蛋 会白白给你那么好的力气 因为一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建议说 你公司一定要懂 像我买的债券 我希望买像我懂的公司 像我买高盛 我买JP Morgan 我买巴克莱 我可能买福特汽车 我可能买百威啤酒公司 就是我懂的公司 我天天在用的 我知道至少我有信心 不会倒 当然它的评价也不错 所以不能惯害评价 最好就像棉旧股票一样 公司还是要多少了解一点 不是说太好的评价 就扔进去 因为有时候很多公司 可能怪怪的 评价公司也不一定对 有个电影叫大麦空 Big Short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电影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Big Short是讲那个 2008年 Supron 赤房贷的事情 里面有一幕 就是他们去 那个S&P评价公司问 问说为什么那么烂的债券 你公司的评价还是 AAA 还是A那么好的 那他就讲说 基本上因为评价公司 S&P 他的客户 就是付钱给他的人 都是要评价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小问题的 我付钱给你 那你评价通常不会太差 这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基督这个行业 其实有的东西是蛮奇怪的 要多看一些不同的资讯 像我一直强调 我连Pinko我也被 不能说被骗 是我自己没做好功课 也赔钱了 所以做功课是最重要的 多参考一些不同的资讯 多看一些公司 好 这礼拜第三期的节目 肯定就做到这里了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这礼拜主要是回答很多网友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Fixed Income 定期的收入 那当然债券为主 有提到说买债券T 或者买ETF 各有好坏 税法是很重要 看你个人的资金的大小跟流动性 那另外就谈到受险或保险这个事情 可能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得罪一大堆人 那我一直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可能大家每个礼拜都听我谈这个事情 没有人喜欢风险 我也不喜欢风险 我也希望说 在家里有以前的退休金 每天几万几万的 或每个月几万几万进来 什么事都不用做 只是这个事情是有代价的 不是免费的 就像我讲 你们可以买年金 没错 买年金的话 你给他一笔钱 他每个月会自动给你退休金 只是他给你 想要扣手续费 就是你有费用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想买 也不是坏事 要知道你有费用 当然之前几年前 你买债券 可能每年有4到6%的回报 现在可能一两%而已 当然是很低 那我也知道 我也强调说你买债券 拿钱不是坏事 重点是为了风险管理 另外的话 不要忘记 债券利息低 通常也表示说 通货膨胀低 通货膨胀低 我们的4%法则 就4%加通货膨胀 有可能不需要7% 你可能5%就够了 所以通货膨胀低 只要债券能抗拒通货膨胀 也达到它的目的了 另外有个名词 我在化学课学到了 叫equilibrium equilibrium就是平衡的意思 这化学 如果学过化学 可能知道我这个意思 或者我拿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像你跑步机好了 跑步机虽然你在跑步 只是你的人是不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跑步机是望后 你望前跑 这是平衡的概念 假设说 我可能每年希望 有7%的回报 只是说你7%不是一个产品 是很多东西组合起来的 你可能股票10% 跟债券4% 或者股票12% 这些2% 你这样平均一下 你是要7%没有错 只是这个是整个组合起来的 或者有房地产 有经营不管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投资这个东西 永远不是static 不是不动的 而是在全部动的环境里面 做一些调整 有句话说好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你是一直要进步 虽然说你可能是不动的 只是水是逆水 就像跑步机一样 所以这概念是要知道的 我也希望没有风险 只没有风险的东西是没有回报的 我也希望是一条线划上去 线划上去不是一条线 是上上下下的 所以就是我一直强调说 你要管理风险 好那现在我还是顺便谢谢 有网友的donation 一个是曹先生 他也顺便问了一下说 台湾的房价是1.5% 他说台积电殖利率6% 借钱买进好不好 我对借钱买股票是非常反对的 就所谓什么融资融卷 因为你买股票买错了 就住套房等就可以了 你借钱的话你有环形的压力 虽然是被砍头 所以我就借钱 除非你是像professional 职业的trader 职业的交易家 通常很不介意借钱 借钱真的是风险太大了 但是我也知道我可以 把房子借钱再炒股票 那股票万一输了 不就麻烦了 所以我是很不建议借钱的 那当然这个朝鲜提到说 台积电殖利率6% 这回到我前讲的概念 没错你殖利率6% 那问题是股价万一跌个6% 不就没有了 所以强调说股票的股利 跟债券股利是两回事的 因为一个是会跌 一个是不会跌 当然你买ETF 有个概念叫mark to market mark to market 这个也是后来有聘口赔钱的原因 mark to market的话 就是你利息 之前提到吧 利息涨 你的股票就会跌 只是说你买债券T的时候 就不需要烦这个东西 因为债券T的话 你等个5年 你100块本金就拿回来了 你不管它上上下下 你买ETF很大的问题 就是mark to market 万一你要赎回的时候 你的本金可能就不是100块 可能就变95块 就像我的拼口的funk一样 所以很多小细节是要考虑清楚的 我是强调说要total return 不是光鼓励 要全部的回报 好 谢谢曹先生的donation 另外一个是Frank Sun 也谢谢donation 是New Zealand 纽西兰来的 因为donation其实 我们是分给我们的制作团队的 所以很谢谢大家的鼓励 也帮制作团队鼓励一下 这个是非常感谢的 那最后还是提下我们FIRE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财务独立 那财务独立FIRE的概念 重点是让你喜欢做的事情 大部分来讲 今天星期五 这礼拜天 我很荣幸被台湾一个大学 邀请去做TED Talk 而TEDTED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演讲18分钟 那我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其实是我第一次做 帮大学生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 我这个演讲的主题呢 是说没有风险 就是最大的风险 这个句话基本上 就是跟我们今天谈的题目就很像了 没有风险最大的风险 我也不想风险 大家都不要风险 你不要风险的话 就是银行定存1%或0%的利息 没有风险 不过银行也可能会倒 真的也不知道 像雷曼就倒了 所以没有风险 你觉得没有风险 根本是没有回报的 所以我这是想跟大学生分享 就是说 做事做人要冒险 你要去管理风险 不是不冒险 因为你没有冒险的话 你根本无法成长 像我自己失败了很多很多次 那只是还好失败 才会找到下一个目标 投资也是 就是你上班上学或者是你的career 你的职场也是 所以我希望这个TED可以帮大学生带来一些启发 那另外的话我也提到说现在财务自由之后 我的目标就是growth跟contribution 怎么样自我成长 怎么样去贡献给社会或贡献给大家 像我去TED是不拿钱的 那有别的地方给我很多钱去演讲 我也不去 就现在fire的好处 财务自由的好处是说你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不是说什么好什么不好 只是说你自己有选择的余地 你做事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可能给大学生一些概念 给一些贡献 或让社会更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早点达到这个程度 那最后希望大家继续留言 我的节目是为了大家服务的 我的节目会照大家留言的方向去回答 所以希望我花这个时间 让大家能得到一些收获 那我会强调我不可能都全对 我只能说这是我会做的事情 那我做的事情是做过功课的 那有些也是我自己采用的教训 那我做的事 让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当然是不一样 有人有小孩 可能有父母 有房贷 学贷 很多不同的状况 不一样 多一些知识之后 你可以帮自己做最好的选择 好 那就谢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财务自由 天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欢歌手